我们来做一下单自由度的练习题 先做一些相关的概念题 如果要想使单自由度体系的阻尼增大 那么其结果周期是变短了还是变长了 随着Omg的增大 那么谁改变了 那么往大变往小变了 我们就要用相应的计算的公式 Omgd和Omg之间的关系 回忆一下刚刚用过的 刚刚刚给大家讲完的 Omgd等于Omg乘上根号下1- Kc的方 而你的阻尼变大 就是你的阻尼比Kc变大 随着它的增大 你的Omgd是在减小 那么Omg减小了 它的周期会是变长了 所以我们图示这个第一个所论述的概念是错误的 这道题知识点就是要掌握Omgd和Omg之间的关系 第二道题 在单自由度体系中 我们所给的方程中没有出现重力这一项 而我们知道Y任意的位移 在任意时刻都应该包含重力的位移 那么这里头没有去考虑 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先去除肯定不对的 D 重力与其他力相比可略去不济 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重力 这个自重所产生的内力 是我们结构中内力中的绝大部分的力 所以D肯定是不对了 C重力在弹性力内考虑了 而我们知道我们所产生的弹性恢复力 这里头没有考虑重力 所以C是不对的 那么剩下的A和B哪一个是对的呢 以重力作用时的净平衡位置为Y坐标的圆点 所以YT中就不用考虑重力了 显然这也是不对的 你这个圆点到底是按什么确定的呢 是零时刻它的位移 我们给的是出位移 零时刻的速度是出速度 我们是有一个坐标的零点 这个是用你的力学知识去掌握的 而不是由它的净平衡位置一定是来确定的 那么好 往下看 重力是净力 所以不在动平衡方程中考虑 这句话才是最标准的答案 而到方程中我们前面给的课程讲解中已经给出来了 你可以把重力考虑在内 但是它的重力所产生的位移和恢复力 弹性力所产生的二者之间会相互抵消 最后会抵消不见 所以体系的运动方程中不出现重力的原因是因为重力是净力 理论力学知识 图示体系 第一个给的是后面第二个图形 K1 K2 K3 我们可以说它是串联的三个弹簧 连了一个值点以后 那我可以把它折算成一个弹簧 Ki 下面 去转一个值点 那么这个Ki的大小 是不是应该按我们这个公式 T1的方加T2的方加T3的方再开根号呢 这个就要考大家什么叫刚度 什么叫刚度 单位立下产生的位移叫柔度 反过来单位位移下所产生的恢复力的大小就叫刚度 而对这道题我们怎么算方便呢 Ki 这个是M K1 K2 K3 如果你用刚度的概念去求解 应该是在这儿加一个单位一 位移所需施加的力 和这个在这儿加单位一的位移 所需施加的力 二者要相等 可是我们会发现 在这里如果你加一个单位一的位移 F等于多大去反算不好算 为什么 因为弹簧是串联在一起的 所以我这里头反过来求 我们知道对单自由度 刚度和柔度 有一个互为倒数的关系 那么好 在这儿加单位位移一又不好算 我让这儿加一个单位力一 我求位移可以吧 那么它的位移 就是它的柔度 当然它等于什么了呢 K1弹簧上 作用一个单位力一 深长的量值 当然是K1分之一 K2弹簧上 单位力一作用 那当然是K2分之一 K3弹簧上 自然是K3分之一 力除上刚度 就是它对应产生的位移 那么好 拽完以后 这个位移 也就是柔度出来了 对它进行 求倒数 那么就得到的是你的 等效刚度Ki 数学知识 求一下 一求倒数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个地方给出来的 就应该是K2乘K3 加上K1乘K3 加上K1乘K2 K1乘K2乘K3 翻到上面去了 这才是三个 这个刚度 串联以后得到的 等效弹簧刚度 那好 刚度我们有了 我们用对应的公式 来算 来算周期T T等于多少 T等于 2P除上 Omega 对原来这个式子 我们来进行一下 整理 左边是T 左边是T 右边是个根号 所以我把它变成 T方等于 T1的方 加T2的方 加上T3的方 由这个公式 由这个公式我们知道 T和Omega是乘倒数的 而Omega等于什么呀 Omega等于 K11除上M 或者是E除上M乘上 Dert 那么我们在这里头 用K也好 用Dert也好 那么都可以计算出 相应的数值 但是为了后面的计算方便 我们用Dert分之一来表达 那么对应的就出来了 往里代入 T的方 等于 2P除上Omega 等于 对应的 代不去 就应该是 2P 乘上 M 乘上 Dert 听方 同理 T1等于 2P乘上M乘上Dert E 和好的方 把每一个都算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了 T2 T3 Dert 2P乘上M乘上Dert 3的方 Omega的方 带过来 就应该是M乘上Dert 就应该是M乘上Dert 那么在这里面 2P乘上 2P的方乘上M 2P的方乘上M乘以Dert M乘上Dert 经过我们的这个替换 我们会发现 Dert正好就应该等于刚才我们推出来的Dert 等于Dert 1加Dert 2加Dert 3带入这个公式 恰好 左右相等 那么我们做给的这个结论 就是正确的 这里头给大家留一道思考题 就是如果我现在反过来 把K1 K2 K3 三个弹簧 变成了并联的 K1 K2 K3 下面挂一个支点 M 那么这时候 等效的K 应该等于多少 T或者是Om 会如何变化 回去做一个思考题 把它定量的分析出来 最简单的 求自证频率 只不过刚才我们学的是 复习了柔度法 复习了刚度法 但对这个体系来说 它是一个无穷的刚的杠杆 那么试试看 你这个柔度法 刚度法之外 是不是还有更简单的解决方法呢 对这道题 考虑一下 用什么方法求结 我需要再次试试看 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么试试看 我们先试试看 我们先试试看 考虑到它无穷刚的特性 那我们知道 指点运动到任意位置时 弹簧的压缩量都应该是它的一半 你可以用这个办法 在这加单位一的力 求一下对应的位移等于多少 也可以在这加一个数项链杆 给它一个单位一的位移 看一看所需时加的力是多少 但是还可以怎么办 针对图示结构 给了位移以后 那么沿着位移方向 加上它的惯性力 则图示体系是一个平衡 体系我们可以对脚接点欧点取具 那么得到一个平衡方程 惯性力 乘上力B 二倍的L 方向是向下的产生的弯距时 顺是真的 而你这个弹簧之座产生的反力 肯定是要向上的 大小应该是它的弹簧刚度 乘上它的压缩量 二分之IT 那么二者方向是相反的 这个是顺时针的 这个是对应的 叫逆时针的 素的 K乘上二分之YT 这是弹簧力的大小 乘上力B L 等于0 把方程整理成标准的运动方程 YT 两点 减号减号是正的了 那么我们把M和2L除过来 L约掉 2放在下面 四分之K 除上M 乘上YT 到你 0 则 这个方程 就是我们要 列出来的 标准的运动方程 而YT之前 所成的这个系数 不管它是多少 就是我们这个体系的 折算体系中 它所得到的 Omg的方 等于4M分之K 所以它的自振频率 就应该等于4M分之K 这是一个办法 那么建议大家回去 再试试另外两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既然是弹簧嘛 压缩的时候会产生应变能 直点运动产生动能 那么可以按照能量守恒 列一下方程 求出Omg的大小 第二个办法就是 你的复制法 在M点处产生最大的位移是A 惯性力 负的M乘上A乘上Omg的方 再乘一个符号 所以是M乘上A乘Omg的方 K处发生2分之A大小的弹簧的压缩量 那么按照这个扶植状态 你还可以去列它到平衡方程 求出Omg的大小 方法不是唯一的 但是大家应该是每个方法都熟练掌握以后 对应具体的题 选出最适合的方法 最简单的题 判断图示体系的动力自由度 指点 跟上一道题有雷同的地方 对不对 也是五个指点 一串 但是放在不同的位置 那么我们来做一下 它的动力自由度的分析 底下两个指点中间 由一个EA等于无穷 也就是说不计轴变的杆件连在一起了 那么这两点就只能水平一起动了 底下第一层有一个水平位移 上面这两个节点处的指点怎么动呢 水平能动 加一个水平链杆 约束度 约束完以后看这两个能不能动啊 不动点 不动点 加上这两个点 它是个四边形 所以肯定是可动的 那么我们左侧的指点 也让水平动一动 可动加上水平链杆 我们加了四个水平链杆了 底下这些点都是不动点了 再看上面这个点 一根杆连到不动点 另一根杆连到另一个不动点 一个点我们由不动 不不不不不不计轴变的杆件连到两个不动点上去 限制它两个方向的位移了 当然中间这个点就是不动点了 所以在我们刚才分析过程中所加的约束个说 四个水平链杆就是它的动力自由度 那么图示体系的动力自由度应该是四个 概念题 体系的振幅和自振频率 与初始条件有关 什么是初始条件呢 就是体系所得到的初速度和初位移 那么我们想想看 它的初速度和初位移 与它的振幅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了 你原来的初速度越大 初位移越大 最后达到的振幅将会越大 那么自振频率和初始条件有没有关系 在前面我们讲了 什么叫自振频率 是体系的动力特性 只跟体系的质量和体系的感见的分布有关 只和体系的内部条件有关 是它的本身固有的动力特性 跟外界因素 也就是说跟这些初始条件是无关的 所以答第六个判断题 是错的 错在了自振频率和初始条件是无关的这一点上 这个核心概念就是自振频率是固有动力特性 和其他外部条件无关 这是一个核心概念 但是出题的方式会是多种多样 审题的时候 大家会看出来这道题的知识点考的是哪一个 这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题 但是需要熟练掌握公式 在图示体系中 要想使自振频率增大 通道中马上蹦出来 谁增大呢 频率增大 Om要增大 那么可以 增大P 增大EI 增大M 增大L 这几个点 这几个因素 那么对什么有影响 会不会使它的自振频率发生改变 如果自振频率改变了 是改变是往大去呢 还是往小了去呢 需要熟练掌握概念和公式 什么叫概念呢 就是刚才我们的第六题提到的 自振频率和外部条件是无关的 那么现在体系增大它的外部核载P 会改变它的频率吗 没有任何改变 因为频率只有体系内部的刚度 约束条件和质量有关 好了 那么我们排除了第一条 剩下的EIML 都没有直接和我们一个发生关系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Omg和这几个之间有什么关系 Omg的方等于K11除上M 好了 M和Om的关系我们直接找到了 这么大了M M是分母 那么Omg只能会是减小 它的频率只会降低 所以不可能增大 那么C我们剃除了 K11把它替换成EFL的表达式 那么这条题很简单 因为它的位移是数向线位移 则K11正好我们是以前学过的形长数 哪一个形长数呢 两端固定量 你要记它的数向位移吗 那就把它约束住了 给单位一的数位移以后 赶端的简历 多少呢 两端固定 线位移 端部的弯距是6I比L 6I比L 那么它对应的简历 就是两端弯距的和 12I比L 再除上一个L 12I比上L的方 I是谁呢 EI比上L 再把它转换一下 那么K1的表达式就出来了 是12倍的EI比上L的三次方 好了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对它进行分析了 L在分母上 那么你增大L 你的Om只能会是降低 所以增大L不可以 EI在分子上增大EI 同时提高了Om 所以答案应该是B 增大EI就可以同时增大结构的 自振频率 用这个方法 我们要去系这个形长数 去进行计算得到对应的解答 那么它考的只是概念 所以建议大家 现在来做一下定性的分析 什么叫定性的分析呢 我们的直 K是什么呢 是刚度 底下的是N 那么想一想 大家想一下 你们大E的时候用的那个钉字尺 抓住钉字尺的 T字形的这一端 让上面那个T字形选起来 晃一晃 钉字尺会产生一个摆动 这就是它的字阵 那么你想一下 随着你要是在钉字尺顶端 加上一个用透明胶 裹上一个重物 你的自振周期会怎么改变 显然 晃起来要慢一些 所谓慢一些就是 周期延长 频率降低 质量增大 频率降低 而EIL怎么去考虑呢 它这个东西叫钢度 而E是提高钢度 正比 E提高 钢度增高 I 抗弯膜量 当然I增加 钢度也增加 而L呢 还是刚才那个钉字尺 你拽着端步的时候晃 它的频率 记一下 然后往上 简短 感见长度 卡在中间再去晃 明显的晃动的时候 频率会增加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L是跟钢度是长 反比 所以L要是进行增大的话 Omg是在减小 那么周期就会增加 按照这个定性的概念 去了解这个Omg和钢度和长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 当结构换一个题型的时候 不是你直接能求数数的时候 你可以按照这种定性的概念 把这道题分析出来 一样可以解答问题 因为我们结构力学 实际到工程中的时候 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你要手算来解决的 但是每一个问题的提出 你都要用力学概念 给出起码的定性的结论 因为核心最后你要掌握的是力学概念 那么试试看 再用概念分析一下 图示三个梁 全都是简直梁 全都是跨中作用一个指点 现在要考虑它们三个之间的周期 有何变化 三个梁哪不一样了呢 A和B的区别是 跨度一致 钢度增加二倍 质量也增加了二倍 那么它俩周期会有什么变化 C图 刚度增加二倍 质量增加二倍 同时 感见的长度增加了二倍 那么ABC之间 我们一个一个来比较 先看A和B A和B 那么往里带的时候 结构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钢度差了二倍 所以 它的K11之间 应该是差二倍的关系 长度一样 钢度增加 那么你的K11 沿直点运动方向 所需施加的单位 位以下的 单位 单位位以下 所需施加的力 当然是一样是二倍的关系 因为K和Ei是成正比的 二者是同一个阶段 都是一阶段 M 是在等次的下侧 第二个图 B图 刚度增加二倍 同时质量也增加了二倍 上面一个分母变化 下面一个分母 上面一个分子 同时增加二倍 结论是不是就出来了 A和B 二者之间 自振频率 应该是相等的 那好 标准答案已经有了 现在我们来论证 为什么BCD是不对的 因为A和B相等 当然就是D是不对的了 那么看一看 C的刚度的变化 长度的变化 质量的变化 对过来 和我们这个A图和B图 有什么区别 那它和A和B 谁比比较方便呢 质量是一样的 RM 刚度是一样的 二倍的EI 所以用B和C来比 B和C唯一的区别 就是C的长度 变成了原有的二倍 那么在这个公式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公式中 K等于EI除上L的三次方 而EI增加的二倍和这个质量 二倍它们都是一样的 两个质量刚度一样的 所以也许不计 那么随着L的变化 频率会变化 而且我们知道了 而且我们知道了 L的加长是C的这个频率是怎么样 分母加大 那么Omg是在减小 Omg减小是周期延长 所以越细长的感见 它的刚度越柔 周期也就越长 频率就越小 因为A和B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这里头就不用推了 C的频率也是比A的频率是要小的 这是一个标准的列运动微分方程 方法 刚度法 柔度法 平衡方程 随你选 试试看 列一下 这道题的特殊点在所加的何载是一个 利欧 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那么它是一个静定结构 所以我们用柔度法 一目了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采用柔度法 对图示结构进行秋景 什么叫柔度法 先把体系的位移给出 竖向位移 YT 杆是柔的 发生弯曲变形 下一步别忘了 动起来了 那么就有惯性力 所以沿着位移方向 竖向向下 加负的M乘上Y两点 这是它的惯性力 那么YT是由谁产生的呢 就是由于惯性力和Y核载 共同作用下产生对应的 指点处的位移 YT 等于什么呢 惯性力所产生的位移 应该前程 ΔE 核载作用下 所产生的位移 是核载作用下 沿 指点运动方向的位移 ΔE 要想知道这两个值的大小 我们需要画M1图 惯性力方向 数向E 沿 运动方向加 单位力 那么标准的M1图 马上完事 核载作用下 产生的MP图 这里注意 核载是一个时间函数 但是它永远是一个流 全壁梁在流作用下 产生的弯具图 永远是一条平直线 大小永远等于M0乘上次时的3C M1有了 MP有了 下面就是数学问题了 图乘 达一 三角形自成 我这里不再细写了 直接给数就可以了吧 1分之1底层高 乘上2L 所以合在一起 最后是3 EI分之L的 三次方 达一P 等于多少呢 平直线 斜直线 水取面具 求我们一个水取行星都可以 那么我们取底下的M0乘上 sine ct乘上感电长度L 是巨型的面积 乘上对应的二分之一处行星处的 YC值 YC值 2分之L 别忘了除上EI 等于 2倍的EI分之M0乘上L的方乘上Sine ct 系数求出带入圆柳的我们的柔度方程 要整理一下 把这方程写成最终要求的叫V分方程的样子去 M从等式左侧移到等式的右侧 3EIL的三次方乘上M乘上Y2点 加上YT 加上YT 等于 Dert 那么按照刚才我们那个方向 二指是同向的 所以它是一个正值 等于 2EI分之M0乘上L的方乘上Sine ct 这个表达是可以直接写在答案里头的 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一个V分方程的时候 我们知道V分方程第一项 我们认为标准解答最好是写成Y2点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除下去 除上Dert1E翻过来了 L三次方分之3EI乘上YT 等于 别忘了 它还要往这后面除 那么EI约掉 L三次方M0乘上Sine ct 建议答案写成标准的V分方程表达式 第一项最好是Y2点 到此为止 这道题才算一个完整的完满的答案 那么如果以后碰到这种 要写震动的V分方程 按数学表达V分方程表达 如果史诗问你 要写一个运动方程 那么上面这个式子 这种表达都是可以的 这道题算完 那么大家还要想一想 它的知识点是什么 对这道题而言 体系很简单 核载很简单 那么不用这个方法 用别的方法也都能算出来 但是核心要求的是 一定要掌握 把惯性力看成是一个力以后 体系是一个受力平衡的体系 是一个净平衡体系 所有你前面所学的 力法 位移法 平衡方程等等 全都可以直接对它进行应用了 所以当惯性力加完以后 实际核心问题 就是你一个净力学的问题 如何列方程比较方便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体系上的核载 在千变万化 结构再变得复杂一些的时候 那只是计算量的问题了 应该不成为你的概念向 这种困扰 无阻尼单自由度体系 在自由振动中 惯性力和位移方向一致 对不对 那就是无阻尼自由振动体系 自由振动的时候 它的方程是一个净协函数 二阶求导以后 还是同样的净协函数 但是拖出一个负号和欧密格方来 乘上惯性力的那个 M 负号 负M乘上Y两点 经过我们推导发现 Y两点中的负号和负M的负号 相抵消以后 最后得到的惯性力的表达是 就应该是 M乘上A乘上Om的方 乘上SineC2T加 Phi 这是它的惯性力 那么我会发现 它和对应的 间谐振动的YT的表达式 不但是同频的 而且是同步的 方向也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10考的概念是 你的惯性力 用过二阶微分以后 得到的那个YT的表达式 Y两点 答案应该是 正确 计算自振频率的时候 可以不计阻尼 对还是不对呢 就是看Om和OmD之间差别有多大 所有的体系振动 都其实是带着阻尼的 但是我们计自振频率的时候 如果不考虑阻尼 那你算出来的就是Om 实际振动是OmD 二者之间区别就是 Om应该乘上一个 根号下一减克斯一的方 通过前面我们公式 和我们实际工程中 对克斯一的取值范围的考虑 我们的结论就是 可以不计阻尼 因为阻尼所使 Om产生的改变量 非常微小 在我们工程精度要求范围内 可以忽略不计 任何体系都能发生自由振动 对还是不对呢 这道题首先要考虑清楚 考的是什么 任何体系均能发生自由振动 那就是说有出速度出位移以后 体系是不是就会震起来呢 如果震不起来会为什么呢 震不起来就是我们前面的概念 临界阻尼 所以这道题考的是阻尼的概念 而且考的就是什么叫 临界阻尼 如果一个体系的阻尼比克斯等于1 也就是阻尼C等于2倍的M乘上Om了 那么不管你给它多大的出速度出位移 它只会从不平衡的位置 慢慢恢复到平衡位置 而不会震动 所以12题是错的 核载是个洞核载 现在要求最大洞位移 怎么算最快 条件它给你的是最大的洞位移有的 让你求最大的洞万俊 在头脑中迅速把要用的公式反映一遍 洞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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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洞位移 最大洞位移 马上想到最大的洞位移就是它的振幅 等于静位移乘上动力系数 而动力系数等于谁呢 等于1减β方分之1 β等于C比上Om 这是可能要用到的公式 而对这道题来说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要注意 就是外力P作用在了指点上 切合指点的运动方向重合 我们前面讲了 那么你的动弯具和动位移 同样都是在静的基础上 放大一个μ倍 乘上动力扩大系数μ就可以了 所以按照提议 我有最大的动位移了 我能算出静位移 反算出来μ等于多少 然后带入下面这个计算公式 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动弯具 考一下最简单的 旋臂梁求静位移 旋臂梁求端部的弯具 马上直就出来吧 单位1作用下的m1图 刚才刚算完 所以这里直接给数就行了 YST就等于 力从1变成了P 前面乘上等于1就可以了 3EI分之L的三次方 而振幅我们前面 提议中给了是 四分之 九分之四 二者一笔μ就出来了 等于多少啊 应该是YST乘上 三分之四 等于九分之四 所以μ等于三分之四 而净弯具 外合载是P的时候 固定端处最大的弯具是PL 那么乘上你这个扩大系数 就是三分之四乘上PL就可以了 按照我们计算得到的数值 找一下对应的标准答案 就应该是ABC中的C 答案给出 但是这道题一定要注意 可以把动力扩大系数 直接乘上静弯具 得到动弯具 是有条件应用的 就是外合载 恰好作用在指点上 切合指点的运动方向 一致才可以 我们得到的 简形合载作用下 YT和PT是同频 同步的 那么是不是也同向呢 那么前面公式给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是加一个φ 要乘上一个θ相位 那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外合载的θ 比上这个结构内部的 自振频率Omega 如果θ比上Omega 是小于1的 那么在你动力扩大系数里 它就是 1除上1减β 它的方是个正值 没问题 同频同步切 方向相同 但是θ比上Omega 大于1了 μ就会是个负值了 那么带进去以后 得到的现象就是 核载的运动方向 和指点的运动方向 二者之间是 方向要正好相反 这是一个特例 需要大家牢牢的记住 记得方法 有个很简单的办法 就是 μ直接你往里带正负 β 1减β的方 带出来是负号的 那就是μ是负的 往里一带 你的yt和pt之间 就存在一个负号关系 方向相反 最后来复习一下 任意的 何在作用下 杜哈梅积分 那么 这个条件 想要用积分运算的 动力的位移 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也就是杜哈梅积分的 适用条件是什么 想用杜哈梅积分 就得往公式中带p套的函数 所以 那么计算任意核载下的时候 这个任意核载 关于时间的这个函数 必须是已知的 这时候你才能用它进行去杜哈梅积分 还有一个注意的就是 结构还得是线性的 当材料是非线性的时候 那么在任意的积分时刻 还要看此时恢复力大小 带此时的弹性系数 Ei要随着你不同的受力状态 要进行改变了 最后大家来做一道计算题 最简单的 单自由度体系 求自振频率和周期 静定结构 一脚一链杆 那当然是柔度法 所谓的求自振频率和周期 那么直接套用公式 Omg的方等于 1除上m乘上Δ11 要想求Δ11 先把M1图给出 顺手画 绝对不要错的了 悬碧梁三角形 对称的 制作反力 树向力三角形 那么节点平衡 节点平衡 树杆处得到的一条平直线 说明什么呢 水平力不应该存在 无简历 而实际结构确实就一对数项力作用 两个水平力不能有 一有的话就该出现不平衡的6了 M1图画完 那么求Δ11 三角形是三分之一 矩形是一 两个三角形合在一块 三分之五 Ei分之L到三次方 频率 Omg的方 等于E除上根号下 M乘上Δ11 Omg的方 就是E除上M乘上Δ11 而周期 这里头前面从来都没算 到这儿要细分一下 千万别忘了 这里的频率 我们叫远频率 是在二π时间范围内 它所振动的次数 所以周期要求的时候 一定得是二π 出上Omg 千万别忘了 不只是到处的关系 还有一个二π 到此为止 我们的单自由度 自由振动 受迫振动 受迫振动中的最大的动内力 任意和在作用下的 多哈米积分 由阻尼时 阻尼所产生的影响 各个方面 我们都取到了相关的例题 每个题 给大家要点出来的是知识点 而大家去复习的时候 要在此基础上扩展开来 什么题型都会算 会算的基础就是 每个题都能看得明白 考的是什么知识点 好了 下课 下课